定期參選 現在在定期正前 兩個人先在新北市邦及總部來討論 在競爭有志祺姐小豬鋪板戰聲 現在還有十五位民眾代表來出面收聽 放上去了 來 蔡英文 動算 蔡英文 動 五菜變粉的在那兒行的雞骨抬起來 定期參選進行 志祺姐先把東宮的志黨拿出來 跟蔡英文戰聲 包括做到九季島的老闆瓜有兵 也有三次三次在那兒子的阿公 吳宿明也都來現場支持 我們會贏 因為我們有你們 能做勝算的氣勢 看到支持這些日前 蔡英文有這種感慨 我在花蓮的路上 昨天下午我下了飛機的第二個行程 我敢去看一個正在民流中的我們的黨員 40歲不到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 但在民流當中醫生給他打了強身劑 因為他要等等我到他的床邊握住他的手說 我們一定會贏 我跟他講完之後他就很安心地去 說到後天 定期參戰之前蔡英文表現出感性的一面 在在處下之前 蔡英文又曾經為這次的富山共生 三次在那裡購命 在今天我們給他們取個名字 讓這幾個名字一直跟著我們來選舉 在選舉之後一直跟著我們在一起治理這個國家 第一隻小豬 我是不是可以試圖地把它說 他是代表的陽光 所以第二隻小豬 我們叫他溫暖 我們的藍色小豬 我知道有些人對藍色是有一些保留 但是在下一個階段的台灣 是不是我們也接受藍色小豬 我們也跟藍色小豬 一起來創造我們下一個世代的榮頂 所以第三隻小豬 我要叫他包容 藍色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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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坐修英馬祖 來到中選會定期 到資料到1500萬的保證金 在15位民眾代表的建政之下 創作為安生定期 正是成為李空伊利 政府總統的好選人 要走上勝算的路 日新聞 台北報導 一場期開設 年紀錄 都叫他 有第三場旅行